关心病最怕五种运动 这句话没毛病 如果你运动了就远离了关心病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冬季到了早晚温差大 血管呢就随着收缩和舒张 对心脏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天气转凉冷了以后啊 平时心脏不好的人一定要注意 这其中最常见的关心病 就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 导致了心肌缺血缺氧或者是坏死 平时剧烈的运动可能就使心肌耗氧量增加 从而加重关心病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轻松舒缓的运动来强健身体 以下这五种运动就比较适合 第一散步 这是属于一个低程度低耗能的运动 运动量不大 不会给心脏增加负担 适合重症关心病的患者 第二慢跑 属于有氧运动 运动量的比散步要大一些 但不会过度增加心肌耗氧量 还可以改善测制循环 提高心肺的功能 适合轻症的关心病患者 第三拔断锦呢 太极拳 作为中国传统的健身运动 可以在关心病康复治疗中应用 也有研究显示表明 坚持一段时间的拔断锦的运动呢 身体并二全水平就有所下降 一氧化氮及超氧化物 齐化酶的活性就提高 导致体内直指过氧化的程度有所下降 从而有助于抗动脉周样硬化 减少关心病的发病率 这第四个运动呢 就是跪坐 不要小看 它是静的 但是它让血循环的程度 可不亚于去慢跑 你可以试一试 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我也在其他的视频里给大家说过 第五呢 就是要在睡前做冥想 和一些小动作的睡前放松 比如说我在一个视频里边说到的 那眉头要放松啊 要揉揉这些耳旁啊 增强睡眠的质量 各位朋友 你了解了吗 这些运动呢 其实也是解决 所有慢性病的很好的方法 intermediate